我们看见一位行走的患者 他呼吸有困难 这时候他的动作操作不正确 因为吸口没对准嘴唇 第二次吸气 他的动作操作才正确 他必须使用延伸管 并正确地将延伸管含在口中 然后慢速呼吸 他们已经可以共内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